见到第一线 第三千三百二十八章 不讲五德 二 仅仅间隔不等眨眼时间 乌鸦就数到二了 苏伊叹了一声 道 有蛇有德 不能抢球 罢了 我便退让一步 话虽这般说 他游自在疯狂般收集青云倒气 不肯浪费哪怕一丝的时间 乌鸦怒道 看看你的吃相吧 还退让一步 老子都没见过 如此恬不知耻的命观 苏伊笑起来 正要说什么 乌鸦以利声道 还不收手 苏伊察觉到 一股致命的危机出现 平生大祸即将临头之感 意识到这知道者 是真被逼急了 打算出手 他果断收手 哄 清明台消失 苏伊不由一声感慨 这元界的规矩 也不知谁定的 以后若有机会 我非得改一改不可 乌鸦吃得冷笑起来 什么时候你能比肩古仙人 再说这种大话也不迟 至此 乌鸦的声音消失 苏伊清楚感受到 那一直盯着自己的目光 也消失不见了 玄界 他不再理会这些 其实 即便知道者不阻止 他很快也会收手 因为他的性命潜力也好 涅槃之力也罢 都已在炼化清云到气时 有一种吃不消的感觉 涅槃之力的变化很大 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可距离真正的蜕变 却由自差了一线 不过 苏伊已经很满足 大到有缺 世间也从没有绝对的完满之事 取舍和得失之间 只要不被执念和贪吃所羁绊 一切都拿得起 也都放得下 这次登上青云梯 虽然修为不曾突破 于苏伊而言 的确称得上收获巨大 不虚此行 哈哈 清明台消失了 姓苏的 这次看你还往哪里逃 墨地 一阵充满愉快的大笑声响起 一众道祖皆清楚看到 那天穷深处的云层 无声无息的消散 连那些混沌物矮都消失不见 所以那孤零零的身影 随之清晰地映入视野中 而那些道祖更是感受到 随着清明台消失 这炼到清明试炼地的周需规则 都在隐去 按照过往的经验 少则一年 多则三年 清明台才会再次出现 在此期间 那青云梯都将一一隐去 从原界消失 自然地 修道者也不可能再前来进行试炼 诸位 等清云梯消失的时候 我们就第一时间杀过去 诸了此聊 太后玄镇一字一顿 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机 山不归 少昊雾影 专于拓等人接点头 离断则忽地道 小命关 我只关战 不插手 你这道法体若活下来 我敬你是条汉子 若被毁掉 以后我必去抢了你的命书 和正合酒杯 这番话 响彻天地 那些道祖皆皱眉 感觉离断很扫兴 但都没说什么 当务之急 是擒杀苏毅 苏毅立在天穷下 注意到那四十九道 青云石阶 正在变得模糊 快要真正消散掉 不过 他倒也不在意 他看了那些杀气腾腾的道祖一眼 笑道 不瞒诸位 这一次 我遇见诸位魔力见风 不会逃离此地 也好让诸位放心 众人一正 好大的口气 还不是因为已经意识到 自己已是龙中困兽 逃无可逃 才这般叫嚣 却见苏毅拿出酒壶 畅饮了一大口 便信不从天穷走下 一步迈出 就来到一道青云石阶上 而后 在众人错愕目光注视下 苏毅竟蹲在那 以五指为锄头 狠狠刨在青云石阶上 碰 沉闷的声音传出 响彻天地 一众道祖一下子意识到 苏毅在做什么 都不禁瞠目结舌 平生荒诞之感 都什么时候了 这丝竟还惦念着 想把青云石阶敲碎带走 何其丧心病狂 离断正了正 玄机吭吃一声笑出来 命官一脉的人 这么特立独行吗 相比削减那个 仗剑而行的读书人 这新命官的风采 也不遑多让啊 青云台消失了 青云石阶也快要引去 可命官竟由不甘心 想多拿点好处 简直了 碰 碰 碰 一阵沉闷的碰撞声响起 苏毅魂没有理会其他人 自顾自轰杂青云石阶 在一众看傻子般的目光注视下 直至那一道青云石阶消失 苏毅也未能得到什么 一时间 那些道祖都不禁哄笑起来 感觉就像看一场 跳梁小丑上演的闹剧 苏毅也笑了 他的确连一块碎片都被敲下来 可没人知道的是 之前他那每一击重 皆运积着涅槃之力 早已汲取到不少青云稻气 唯一让苏毅意外的是 知道者并未开口阻止 但 苏毅也懒得多想 眼下 那四十九道青云石阶已消失大半 得抓紧时间行动了 于是 在一众道祖注视下 苏毅在那陆续消失的青云石阶上 一阵上蹿下跳 显得无比滑稽 这家伙 还真是个奇葩 比之消减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少号物影难难 作为一位女道祖 她曾听说过不少和消减有关的无耻传闻 据说 那自诩读书人的家伙 最无耻 只喜欢翻阅那些 不三不四不堪入目的贤书 还甜不知耻的感慨 生死是小 读书是大 而眼前这信苏的命官 却分明极为贪财 为了机缘 大有绝地三尺 无所不用其极的架势 粗鄙极了 的确 命官一脉的人 就没有一个正常的 专于拓倾笑 消减再不堪 倒也有辟逆傲事的心胸 一颗誓死如归的英雄胆 山不归沉生道 可这信苏的 却像个不知何谓 气节和风骨的无赖 言辞间 尽是不限 争鸣山上 苏义归缩不出 寒霜沼泽之地 则利用泥沼坑沙 稻祖松石 而今在这青云梯上 为了那点得不到的机缘 一阵上蹿下跳 简直毫无仪态可言 这一切 早让那些稻祖瞧不起 冷不丁地 离断道 他敢这么做 会不会是因为打心眼里 就没把你们这些稻祖当回事 一句话 让那些稻祖皆皱眉 感到格外的刺耳 脸色都阴沉不少 眼下的局势 谁都看在眼底 当那些青云石阶消失的时候 苏义必将陷入最危险的境地中 可在这等时候 苏义不见丝毫紧张和慌张 却反倒在试图搜刮青云石阶上的机缘 这样的举动 本身就像是在无视他们这些道组 离断的话虽然刺耳 可所说的何尝不是事实 也不对 离断忽地纠正自己的措辞 他不是没把你们当回事 而是像他之前所说 极可能是真的把你们是做了一块块魔剑石 众人都没想到 离断这家伙的嘴巴竟如此刁毒 每一句话说出都家枪带棒 阴阳怪气 让人很难受 离断 你最好闭嘴 太后玄镇眼神冰冷 别忘了 你的本尊如今还处于生不如死的境地中 离断面无表情道 本尊的处境和我一个法体有屁的关系 有能耐就让你家始祖灭了我的本尊 没能耐就别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太后玄镇面颊铁青 气得胸腔一阵起伏 众人早就察觉到 离断虽是被太后氏镇压的一个罪人 可却极为刺头 无所畏惧 便是太后玄镇都无法让他听命 倒也不觉得奇怪 道兄 何须和一个阶下球计较 不值当 山不归随口道 刚说到这 所有人都注意到 那四十九层青云石阶都已彻底消失 笼罩在这片天地的周虚规则都已隐去 而苏义立足半空 笑着抖了抖衣袖 说了一句 让诸位久等了 一起上 宰了他 一瞬 以太后玄镇为首的十余位道祖 冲销而起 直接出手了 根本不废话 每个道祖心中都憋着一股怒火 谁还会废话 十余位道祖 每一个皆有通天手段 当一起联手出击时 那等危能何等可怕 哄 以藏渊为中心 附近山河轰然轻塌 十方虚空彻底紊乱 被狂暴的道祖 威压冲斥 一件件绚烂夺目的宝物 一种种神妙莫测的绝世神通 直似不要前班席卷天上地下 那等毁灭洪流 足可让世间任何同为道祖的存在 都为之胆寒 若发生在命和起源四大天狱 也必将引发不可预测的后果 而这一切的力量 此刻都以铺天盖地之势 朝苏毅一人轰杀过去 离段早已第一时间退避 当看到这样一幕时 都不由倒吸凉气 这些老家伙可真是 越来越不要脸了呀 对付一位道真净的年轻人 至于如此 而面对这等无所不在的围杀 苏毅根本避无可避 也逃无可逃 事实上 苏毅也没打算逃 他不退反进 一手虚托 陈旧斑驳的争鸣中浮现 骤然响起一道轰鸣 当 终生如潮 掀起一层如若实质般的阴波 朝四面八方扩散 可仅仅只眨眼尖而已 阴波就溃散 被那铺天盖地的攻击淹没 毕竟是十余未盗祖的联手一击 那等未能太过恐怖 有横压一切之事 尤其是太号玄镇 在动手的时候 就祭出了造化池 一击之下 混沌光雨飞洒 微能超乎想象的恐怖 争鸣中释放的力量 大半都是被造化池所击碎 而这 也正是黎段认为 那些盗祖不要脸的原因 不只是一起联手 还动用了造化池 对付的 却是一个到真静的角色 完全就不讲武德了 第三千三百二十九章 离断诸心 虚空中 苏毅全力催动争鸣中 钟声不断轰鸣 掀起一浪 接着一浪的音波 源源不断地 扩散到天地之间 可每一次 皆被太号玄镇 以造化齿破开 眼见那铺天盖地的攻击 就将轰杀在苏毅身上 他却不退反镜 直接以争鸣中 撑起一道厚重弱混沌般的光幕 遮蔽周身 而他的身影 则挪移长空 朝距离最近的一个盗族杀去 哄 证明中 撑起的混沌光幕 遭受到可怕的摧残 震得苏毅面颊苍白 唇中流血 十余位盗族掀起的 铺天盖地的攻击 未能太过恐怖 哪怕苏毅全力出手 都不可避免负伤 可他由自拼着负伤在前冲 眼神成澈 古井不波 毫无情绪波动 这样的困局 根本别指望能杀敌 也休想能以一己之力 对抗全部盗族 起码目前 苏毅还远远做不到 他对此有自知之明 一对一的话 还行 一对多 根本没机会 故而 要想突围 就必须拼 宁可拼着负伤 也必须得杀出一个突破口 那距离最近的盗族 是一个黑袍高大中年 手持一杆 雪亮耀眼的黄金大忌 眼见苏毅杀来 黑袍中年一声大喝 手中的黄金大忌 掀起滔天的金色锋芒 劈了过去 几乎同时 苏毅深邃的眸中 杀鸡一闪 神魂中 巍额无量的法身轰鸣 调集一切神魂力量 照彻石海 心境中凝聚出心命道剑 而一身修为和道区气血力量 则如熔炉沸腾 在这一瞬运转到极尽地步 随着苏毅右臂扬起 掌心处 有着一抹剑芒般的宝物 怒斩而出 那是一块祖灵碎片 内运着苏苏毅 那一身极尽释放的道横 哄 黑袍中年的心境 先遭受到心命道剑的怒斩 一瞬间他眼前发黑 心魂剧痛 一身契机都差点紊乱 那展出的黄金大脊 都出现一丝质色 可他毕竟是道祖 心境岂是寻常可比 强忍着剧痛 黑袍中年 净乎是出于本能般 第一时间暴退 碰 一道剑芒般的光 洞穿黑袍中年的眉骨 凿出一个血窟窿 将其头盖骨都掀飞 在半空炸开 鲜血飞洒 黑袍中年 满脸的错愕和痛苦 惊骇欲绝 这是何等宝物 自己都已第一时间躲避 可却依旧没能避开 刚才那一瞬 他都有一种 一只脚踏入鬼门关的 惊惧之感 眼下虽然还活着 可受到的伤势之严重 让他这位道祖的战力 都被废掉大半 几乎同时 哄 苏毅也遭受到那十余位道祖的可怕攻击 由争鸣中撑起的混沌光幕四分五裂 躯体当场被重伤 有拳印 剑痕 刀伤 整个人血淋淋的 差点被轰杀当场 可苏毅却似浑然不觉 全力催动争鸣中 暴杀上前 依旧盯着那黑袍中年 轰隆 各种秘宝和神通轰杀过来 让苏毅负伤越来越重 直似陷入惊涛骇浪中的一夜孤舟 随时会倾覆 可出人意料的是 苏毅却硬生生抗住了 又一次杀向那黑袍中年 那坚狠决绝的姿态 给人的感觉就是在拼命 要拉一个垫背的 和那黑袍中年玉石俱焚 黎段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都不禁吃惊 才刚开战 战况就如此之惨烈 谁敢想象 当然 最让黎段动容的是 苏毅在道真境中的战里 竟如此之不可思议 十余位盗祖的围攻 竟没能第一时间将其拿下 反倒是和一位道祖 拼了个两败俱伤 只这一点 就太令人震撼 作为一个曾奥爵 一个时代的刀修道祖 黎段自然也远比任何人清楚 苏毅能够做到这一步 已不是多不容易可以形容 简直就是个 奇界 可黎段同样清楚 按这种战法 苏毅很快就会被血腥镇压 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 除非 苏毅身上还另有底牌 只是 这里可是原界 除了祖灵根 一切外物都无法带进来 苏毅手中 除了那一口成就斑驳的道中 又会有怎样的底牌 同一时间 那被苏毅盯上的黑袍中年 以毛骨悚然 打破脑袋都没想到 那么多道祖 为何苏毅会专挑自己一个 更没想到 苏毅这般决绝和狠辣 一副要和自己同归于尽的姿态 这让黑袍中年 哪能接受 没有任何犹豫 黑袍中年果断撤离 再不顾其他 食欲为道祖的围困 还能让苏毅逃了 让人感到费解的一幕发生 苏毅竟不曾趁机去突围 而是身影一闪 突兀地杀向另一个道祖 盘武清 他俏脸顿便 之前在寒霜沼泽时 他就曾目睹道祖松石 被苏毅击杀的一幕 眼下见到苏毅撞落拼命般杀来 饶视他这等道祖 也不由惊悚 转身就躲避 根本没想过和苏毅硬汉 见此 苏毅不禁感到意外 他掌心本有一块祖灵碎片 就是为从盘武清这里突围准备 不曾想对方竟然第一时间就避开了 不过这也便宜了苏毅 心念转动间 他是盘武清原先所在之地 围突破口 毫不犹豫冲了过去 哄 战场中掀起毁天灭地般的洪流 光焰肆虐 十余位道祖的围攻 直似把这片天地都打爆 苏毅虽然全力抵抗 却又一次被击伤 躯体都残破 出现密密麻麻的伤口和裂痕 可那些盗祖却变了脸色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一刻的苏毅 已经成功通过 原本有盘武清把守的位置 来到了藏渊上空 也是这一瞬 那些盗祖才终于明白 苏毅之前和黑袍盗祖拼命 根本不是为了突围 而是在声东击西 他真实的意图 是前往藏渊 最重要的是 盘武清闪避得太快都不曾抵抗和阻截 就为苏毅让出了一条路 这才让那些盗祖想要补救都来不及 当他们再次出手时 苏毅的身影早已在一闪之间 掠入那混沌弥漫的藏渊内 消失不见 一众盗祖的攻击何等恐怖 可在落入藏渊后 就无声无息地消失 不曾掀起任何动静 也无法破开那 笼罩在藏渊中的混沌物矮 大战至此 戛然而止 显得极为突兀 从开战到此刻 前后也才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而已 可恶 太号悬振器地怒法冲冠 愤怒斥骂 其他盗祖也阴沉着脸 一个个咬牙切齿 胸口憋得快炸开 如此绝佳的一个时机 眼见就将成功 却发生这样的意外 谁能接受得了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你们盘武士的盗祖 就这点能耐 山不归无处宣泄怒火 指着盘武卿破口大骂 其他盗祖也很生气 苏毅这次能突围 关键就出在盘武卿身上 盘武卿脸色惨白 低声道 这怎能怪我 苏毅曾拼命坑杀松石盗祖 刚才一击之下 更打碎了灰宇盗祖的脑壳 我即便拼命 结果也是一样 他自知理亏 解释的时候 不免有忍气吞声的意味 而他口中的灰宇盗祖 就是刚才被苏毅凿穿眉骨 鲜飞头盖的黑袍中年 还敢狡辩 若不是顾念你们盘武师那点勤奋 本座必第一时间杀了你 山不归眼神森然 愤怒无边 可这一瞬 却有一道大笑声响起 哈哈 瞧瞧你们那气急败坏的样子 承认自己无能 就这么难 是黎段在大笑 他长发披散 双手捧腹 笑得肆无忌惮 这一切 让那些盗祖愈发难受 恨得牙齿快咬碎 专于拓深呼吸一口气 道 藏渊之下 藏灭一切 苏毅此举 看似是逃了 可他的法体 也必然将被毁掉 和自杀也没区别 自杀 那些盗祖心中都很不踏实 这可能吗 谁会忘了 苏毅作为命官 能够无视原界中的 一些致命危险 之前在星红雷山 争鸣山 寒霜沼泽等地 无不如此 眼下 这藏渊又能否灭了 苏毅的法身 没人敢确定 冷不丁地 黎段再次开口 我能感受到 命官的法体还活着 一下子 那些盗祖精神一震 还活着 玄吉就听到 黎段大笑道 可你们敢去藏渊之下 收拾他吗 杀人朱星 黎段虽不曾杀人 可每句话都和朱星没区别 让那些盗祖 一个个脸色又阴沉下来 原来没有一个人敢啊 我就知道是这样 黎段摇头晃脑 言辞犀利 对付一个道真敬小家伙 十多个盗祖一起联手不说 还动用了混沌秘宝 结果依旧被人逃过一劫 哎 丢人哪 他眼睛邪逆 看了一下 灰宇盗祖 还有这位 头盖骨 莫非是鸡蛋可做的 被人一击就打碎 简直是盗祖之耻 灰宇盗祖修奋 无地自容 在场其他盗祖器的杀人的心都有了 而此时 那混沌物碍笼罩的藏原深处 则传出苏裔的笑声 会说话就多说点 我爱听 好 好 了 小